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做这个换一换这样的一个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啊,默认显示的是十个内容 大家来看,一共是十个内容 而我们现在把这个接口的所有内容都显示出来了 我们也希望和它做的一样,每次只显示十个 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功能 打开我们的index.js 找到header下面的index.js 大家来看啊,现在list里面存的是所有的内容 所以呢,我去循环list肯定循环的就是所有的列表项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header下面的store这块的reducer.js 在这里呢,其实我可以多增加两个数据项 一个是page,默认让它等于1 一个是totalpage,默认也让它等于1 什么意思? 我定一下当前一共有多少year 再次来看这个year数是什么 当我点击换一换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切year 当切到最后year的时候,大家看啊 比如说教育,我们反复切的时候 它又会重新的回来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这个year码对这个内容进行控制 这就是page的一个作用 totalpage指的是你整体的数据一共有多少year 初始化的时候呢,我认为你的year数只有1 然后totalpage呢,也是1 或者呢,我认为你的year数是0,totalpage是0 也OK 但是我们先给一个1吧,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当你获取了列表的内容 page项应该不变 但是totalpage应该变成你现在有多少year的这个具体的页码 那我们怎么做呢 点开index.js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组件在input的时候 handle input focus的时候 你去获取列表中的数据 所以呢,我们打开这个action creator 找到get list这块的代码 这块的代码,当它获取完数据之后 会执行一个change list这样的一个action creator 这里呢,它会返回一个数据 同时我们再返回一个页码 叫做totalpage 这个页码等于什么呢 等于data.exance 也就是说你后端返回了这个数据 它的长度有多少条 那每页呢,我们显示10个 但是别忘了,你要给它取一个整 vass.seal这个方法 给它取一个整 OK 这样的话,当你获取完数据去改变列表项的时候 同时我也知道了页码一共有多少year 那么这个action会被派发给reducer reducer这里呢,大家来看 当你接收到change list的时候 你这时候不但要去改变list 还要去改变什么样 还要去set它的totalpage这个内容 让它等于什么样 让它等于action 这块我可以换个行来写 当然不太好了 action.totalpage 我们看一下 没问题 保存一下 然后呢,我们到页面上来看啊 我们点开redux 现在呢,state里面的状态是这样的 list是空 我们可以点开 然后page和totalpage都是1 当我点击 大家来看啊 阿甲克斯获取数据 这个时候列表里内容已经多了起来 totalpage已经变成了5year 当前所在year是第一year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这些数据 然后去做这块内容的显示 那我们一起来看 首先呢,我要让它显示第一year的内容 因为我页面出手画的时候 page就是1,指的就是第二的内容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的index.js文件 header下面的index.js 咱们来看啊 在这儿,我直接循环出了list下面的每一项数据 这是不对的 其实我还应该获取什么呀 我还应该获取到当前的页码 我们这么做 我们从这个store里面去获取到这个页码啊 page 来自于哪呢 header下面的page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到页码了 拿到页码之后 我们在上面去写 get list area 我们可以获取到page 那么我们怎么做 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for循环吧 let i等于零 i小于什么呢 其实我们应该说i等于多少 i应该等于当前的page 每页显示10个对吧 所以它的起始位置应该是当前的page乘以10 比如说第一页的时候 它的起始位置应该是0 然后到多少呢 到10 所以呢 page等于1的时候 这块其实有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让它的page一开始等于多少 一开始我们打开这个store下面的reducer 我们应该让它等于0 第0页 也就是下标是0 这个时候呢page乘以10 第二的时候啊 也就是下标为0了这页 其实它还是第一页 大家应该理解一下 不然的话我可以这么去写 这还写成1 我这呢算法稍微改一下 page减1乘以 10 第二的时候 稍等 这块可能有点更小 重新写一下 i等于page减1乘以10 当我是第一页的时候 我的起始位置应该是0 因为page减1 1减1正好等于0 所以乘以10它也等于0 它结束的位置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page乘以10 所以当page是1的情况下 我显示的数据条目是 第0条到第9条 那假设是第二页呢 page就变成了几啊 就变成了2 那它会显示第10条到第19条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一算法就知道 当前页数我应该显示的内容是什么 接着呢 我们这么去写 在下面我们定义一个 const叫做list 这样的一个数据 page list最好 让它等一个空 然后我们怎么办 然后我们这么办 page list.push 当你在这个范围内 我就往里增加内容 增加什么样的内容呢 大家来看 你无非就是要显示这个searchinfoitem 所以呢 我把它写在这里 searchinfoitem k值等于什么 k值呢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 其实应该这么去写 这块它对应的内容 应该是list的第几项 大家可能会想 list的第几项 你直接在这用这个i不就行了吗 其实是不行的 为什么 list这个时候 是一个immutable的数据类型 它不支持这种中口号的形式 直接去通过下标的形式 去引用内容的方式 那么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写一个const gslist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list.togs list是一个immutable的对象 或者说immutable的数据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togs 它可以把这个数据 转化成一个普通的gs数据 我们把它转化了 存在了gslist这个变量里面 或者叫一个什么呢 叫做newlist里面都可以 那么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newlist下面的i 这样去写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呢 这个k值也可以这么去写 newlisti 好了 紧接着 page这个数竹里面 它存放了很多个这样的search info item的组件 然后往下我们看 这个时候 这块的循环就没用了 你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然后我们把page list写在这里 page list就是当前页 我要显示的这个列表的数目 我说列表的内容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刷新 点击 大家来看一下 显示的是不是十个内容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呢 在第一页显示了十个内容 那么点击换一换的时候 我希望它实现什么样 它换到第二页去 那怎么做 其实啊 现在我们的代码是有一些问题的 为什么呢 当你点击换一换的时候 你的input框会失焦 一失焦怎么样 下面这个区块就隐藏掉了 所以呢 什么时候隐藏 其实并不是靠这个input的focus 完全的来控制的 大家来看啊 我们打开简术的官网 就能看到这个效果 首先我点focus的时候 下面会显示 当我在这里进行点击的时候 大家看已经失焦了 但是它并不会隐藏 大家看我点击失焦了 但是不会隐藏 什么时候会隐藏呢 当你把鼠标移除出去的时候 它会隐藏 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做一样的效果 所以下面这个区块的展示和隐藏 并不是完全由focus的状态决定的 它还有一个mouse enter 和mouse leave的一个状态所决定的 所以呢 我们再去改我们的代码 在我们的reducer里面 我们还要再去存一个数据 这个时候不是focus的了 而是mouse in 默认它的值是什么呀 它的值是false OK 因为一开始呢 你的这个鼠标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区块 所以它肯定是false 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写 当你鼠标移入进去的时候 它应该变成tru 那怎么做 我们打开我们的index.js 找到这个区块叫search info 我们给它绑定一个事件 叫做onmouse enter 等于某个方法 this.handle enter 或者说你直接让它执行函数都可以 console.log 123 保存 回到页面上刷新啊 点开控制台 当我点击的时候 大家看啊 它说应该有一个cache 我们一会儿再说 当我把它放在上面的时候 123就会执行 说明onmouse enter已经OK了 然后呢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warning我们稍后再解决 到这个页面上 显然 它执行的不是一个这样的console.log123的方法 它应该去干什么 当你enter的时候 我要把你数据向的这个mouse in 从force改成tru 所以呢我这么去写 this.props.handle mouse enter 同时我们要在下面 map dispatch to props里面去写这样的一个方法 OK 当然了我们可以简化这个代码的编写 怎么简化呢 handle mouse enter 我们写在上面 这样的话你这直接写这个handle mouse enter就可以了 handle mouse enter呢 你要派发一个action 我们写一下叫做change mouse 或者说mouse enter吧 派发这样的一个action 然后呢我们要到action creator里面去创建这个内容 它的类型应该等于 我们给它起一个叫做mouse 好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写代码 就基本上围绕着这个套路 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mouse enter呢你不存在 所以要在constance里面去建立一个mouse enter 它的内容就是header下面 mouse enter OK继续 这样的话这个action就可以正常的被派发了 它呢会派发给谁 这个action一定会派发给store store会转给reducer 所以我们在reducer里面再去写 case 它的类型是什么 叫mouse enter 我们最好直接去数字粘贴 如果你的类型是mouse enter 那么我们干什么 我们要干的事情也很简单 我们要把mouse in 变成什么样 变成fue就可以了 保存 回到页面下 控制台 看一下报不报错 当你数进去的时候 OK没问题啊 现在代码没有错误 说明我们的这个流程都清楚了 接着呢 mouse enter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redux的这个框 来测试一下它是否正确 刷新 点击state 我们翻开 这个时候mouse enter是false 当我点击之后 把鼠标移入进去的时候 它说呢 mouse in还是false 看一下 mouse enter的时候 它还是false 所以我们这个代码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哪 我们pin错了 我们pin错了 在这看到没 pin写正确之后 我们再来试 这就是我们调试redux的一个流程 点击state mouse enter false 当我一入进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变成了true 这就说明我们的数据处理是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继续来做 还是到index.js这里 我们还打开最顶上的这块代码 除了你要有一个mouse enter 你还要有一个什么样 on mouse leave panel mouse leave 下面你要把它在上面去引入一下 然后在下面去写这个函数 dispatch mouse leave 然后我们要去action creator里面 去创建这样的一个方法 都是一样的 复制一份粘贴 现在写起来就非常快了 这块写成mouse leave 当然了 你这个变量或长量 也要去constance里面 去做个定义 mouse leave我们也写完了 mouse leave写完了之后呢 这个action就会正常的 被派发到reducer里面 所以reducer里面呢 我们再写一个 case constants.mouse leave return set mouse in 把它变成false 保存一下 我们到我们的代码上 来测试 说constance 我们拼错了 保存 再回来 大家仔细来看我的数据流程啊 点开state 我们先来看 一进入 现在mouse in是false 当我进入的时候mouse in变成true 再移出 又变成false OK 这样的话 mouse in这个变量的控制 我们做完了 那么我们再来改这块的代码 我们打开index.js这里 翻到顶部 以前我们通过focus的 来判断这个内容 应该显示还是隐藏 其实现在focus 自己不管用 还要借助mouse in这个变量 一起来控制 所以呢 我们需要从store里面 去引入mouse in这个数据 然后呢 我们在上面 把mouse in这个内容写上 当然数据的东西 我们最好写在前面 mouse in 然后我们要怎么判断 如果你focus的时候 我是一定要显示的 或者mouse in的时候 我也要显示 这样的时候 我们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上 刷新来看 首先 当我点击的时候 focus状态 这个框是一定会显示的 那我在这上面点击的时候 它一样会显示 为什么呀 因为mouse in的状态是true 当我移除的时候 它就消失了 我们就做到了 和简术官网一模一样的效果 大家来看啊 没问题 好 接着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点击换一批的时候 下面的内容会跟着变 那则做特别的简单 我们呢 来给我们的这个换一批 这个组件 定一个事件 叫onclick 等于handlechangepage 其实就是换一下页 对吧 这个方法呢 没有 我要写在这里 然后在底部进行一个定 dispatch actioncreator .changepage list changepage吧 OK 我们到actioncreator里面 写一个changepage 它等一个这样的内容 然后呢 这里我们写成changepage 然后到constance里面 我们去exportconst changepage 等于header上面的changepage OK 这个changepage就会给谁啊 就会给到你的reducer 我case一下 constance.r constance.r changepage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set当前的page 让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应该等于下一页啊 所以这块我们该怎么写呢 你现在你想设置这个page 你不能在这写成二呀 好 我先写成二 咱们先看一下啊 保存 到页面下 我们点击换页 大家看 已经变成第二页了 但是我再换的时候 没用了 为什么 你这个第二页写死了 所以呢 我们要去调整一下 在哪调整呢 我们在index.js里面做一个调整 changepage的时候 我要知道你当前的页码是什么 我还要知道总页码是什么 所以我们翻到最顶部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组件里面 能获取到当前的页码 但是我获取不到总页码 所以呢 我可以在底下 把total page也拿进来 total page 拿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最顶上这块啊 get list error这块 我把total page也取到 然后怎么办 当你点击的时候 不是执行这个方法吗 我呀 写一个键头函数 让键头函数里面呢 再执行这个方法 这样的话 执行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可以把page和total page 传递过去 然后我下面的这个方法里面 就能接收到page和total page 然后我可以做个判断 在这里面 我可以这么写 如果page 我们可以先打印一下 console.log一下 page都好 total page 看一下是否好用 先把这个dispatch给注释掉 保存 我们到代码里面 刷新 点击控制态 大家看好啊 我点换一批的时候 当前页码是1 一共有几页 一共有5页 那我们呢 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你当前的页码 小于total page 那么我改变的这个页码 就应该把它变成什么样 变成page加1 否则如果你等于这个total page了 那么就说明你现在已经是第五页了 这个时候我应该让它的page重新恢复到第一页 这个逻辑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当前在第一页 那么你点击的时候我要把它换成第二页 也是1加1变成2 如果第二页换成第三页 如果你已经在最后一页了 第五页了 这个时候我会把它重新换成第一页 OK 那么change page这个action creator 它就可以接收到一个即将被使用的这个新页码 我们呢在action creator里面就可以接收到这个page这个新页码 所以呢我把这个新页码啊传递给reducer 这样的话我们的reducer里面 change page被接收到的时候 同时action里面也会有一个什么样 叫做page的这个属性 就是我们即将要替换的这个页码 所以呢这边我把store里面的页码替换成这个新的页码就OK了 保存一下我们到网页上来做一个测试 那就来看当我点第一批 换到第二页 再换一批第三页 再换一批第四页 再换一批第五页 再换一批是不是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很精细的实现了这个热门搜索的功能 接着呢我们解一下这个page的问题 打开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找到header下面的index.js文件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search info item我们都给了k值啊 为什么都会报错呢 这个点藏得很深 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儿我打印出这个new list下面的i 也就是他的这个k值我们来看啊 保存 进入到页面下 大家来看一开始就输出了十遍undefined 谁输出的呀 就是这段代码输出的 那怎么回事呢 大家看啊 十次undefined 我们想一下为什么 原因是这样的 当你刚进入页面的时候 header就会被渲染 这个时候初始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你list是一个空 page是什么 page是1 然后回到这个代码里 这段代码会不会执行 一定会执行的 因为page是几啊 是1 所以它会循环1到9 它会做十次循环 但是你list是一个空数组 所以new list就是一个空数组 那空数组的第0项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都是一个undefined 所以你page就变成undefined了 当然会报错 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说只有阿甲克斯 获取了数据之后 你的这个list的内容才存在 你再做这个分页的展示 才合适 所以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这么写就行 if new list 点lens 也就是说什么呀 你只有这个列表中 有内容的时候 我才帮你去做search info item 也就是一项一项的展示 如果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 你并没有发甲克斯请求 数据还不存在的时候 我干脆就不帮你去做这个循环了 你不做循环 k值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保存 再回到页面下 好 刚进这个页面的时候 因为你列表下的内容是空 你根本就不走这个循环了 所以不走循环 这段代码根本不执行 k值肯定不报错 当你点击它的时候 获取好了数据之后 这个时候呢 new list.dense 大于零了 里面的代码会执行 那么它去渲染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new list 已经存在了 所以它的k的值 也不会是undefined的 这样的话代码就不会报错了 保存好了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点击换一批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功能就做完了 回过头来 我们再改一下我们的代码 找到我们的reducer.js 大家可以看到 有的时候我们要一次性的改变state里面的两个数据 那你要循环的去调用set 如果要改变三个呢 你继续在后面写set 如果要改变一百个呢 那你这个set就变得巨长了 所以一般来说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换个语法来写 state除了有set 它有一个merge这样的一个方法 merge呢 接收一个对象 我把list传进来 它是action.data 然后呢 total page我们传进来 它是action.total page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下面这句话 给它干掉了 merge可以同时的去改变多个数据内容 它就相当于多次调用set 但是它的性能会更高 因为它只merge一次 而set呢 你调用两次 它会返回两个immutable数据类型 所以这样写更合理 这样的话 大家就知道 又一个语法 叫做merge这个语法了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换一批 OK的 移出 隐藏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讲到这儿 header部分 比较复杂的内容 比较精细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当然换一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内容前面会有一个动画效果 我们下节课 会给大家做一个动画效果 那么header部分的内容 我们整体就会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